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九十九週年 主席朱立倫手拿花圈 率領黨幹部向先臨置議 而近來黨內立委提案要推不在籍投票 綠營炮轟違憲 朱立倫反擊 多達一百一十五個國家實施 全世界主要的民主國家 通通都有不在籍投票 在外地工作 尤其年輕的朋友 你受得了嗎 每一次選舉 一定要從外地回到戶籍地來投票 剝奪了民主的投票 是民進黨不斷的為政治算計所作所為 道道地地的民主退步黨 國民黨同仁先問一下 國台辦是否同意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 應有中華民國總統 這樣的選票進行圈選 也歡迎國台辦就這一點來回答一下 可以允許有應有中華民國總統 這樣的選票 在你們國家 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公民來進行投票 我在一起投票 爭議最大的就是在中國的國人該怎麼投票 民進黨團反問 其他國家在中國的通訊投票 都是辦在駐中國的使館代表主權的延伸 要國民黨也去跟國台辦爭取涉管 民進黨不要一下子碰到他們不想碰的議題就逢中必反 任何制度任何立委的提案 我覺得都可以在立法院取得辦一些公聽會 取得更多的認同 有共識就可以往下走 中選會的副主委 針對於公投的部分來推動不在籍投票 民進黨過去自己也有版本 無論是公投的投票也好 或者是對於我們平常我們對於人的投票 都可以進行做討論 甚至可以有不同階段式的推動 藍營要綠營別預設立場拒絕討論 立委無私藥則拿出中國共產黨幹部選舉的照片 賀槍實戰的武警就在投開票所謂站崗 他們反過國民黨要讓國人在這種環境下投票嗎 這是在中國投票的實況 民主自由的選舉不應當在槍桿子下投票 這當然會有中國用它的政治力來戒選非常高的可能 不在籍投票是在野兩黨的優先法案 立委提案也陸續附為審查 行政院目前的版本則優先是任務於公投案 不觸及公職人員選舉 各方版本還得繼續在委員會過招 明星新聞 綜合報導